世界日日新郵报天天读 各位好 我是杜萍 现在马上来给你读报纸 今天我介绍一下香港的经济日报 香港经济日报在内页里面 整版的都涉及到两岸问题的 两岸问题当然就不只是两岸的 还有美国参与 就是你看在过去两天时间里面 中美两国国防部的工作会议 在华盛顿举行 那么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台湾问题 就是中方再次遵促美方 必须要停止对台湾的武装 另外一方面还有涉及到 就是中联部的部长刘建超 同时也在美国访问 当然也提到了台湾问题 那么另外一条新闻就涉及到 就是台湾驻美代表 现在一个信任就取代了 这个肖美琴 肖美金部回到台湾参选 那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跟他会见了中方提出了抗议 好 接下来这方面的新闻 我就马上来跟你介绍一下 接下来就是中华聚焦 好 我们来看这个版面 就是最大的这个版面 就是马英九就两岸关系 所做出的一个表态 他说两岸关系要保持稳定的话 保持和平的话 就是台湾方面必须要相信习近平主席 他认为说就是台湾 现在是蓝营也好 这个柯文哲的那个政党也好 这个对两岸关系的理解呢 都不是很准确很完整 那么绿营就不用讲了 那完全是敌对的 所以他就提醒说 关于两岸关系方面呢 我们一定要相信习主席 就是说双方才能够达成一个 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协议也好 或者是使得两岸保持和平也好 他是在台湾选举之前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是说这番话的啊 还有呢就是经济日报 刚才就给你展示的那个版面 其中有一条新闻就是国大办呢 就是针对台湾这个防务部门 所提出来发出来的 所谓的那个安全警告嘛 昨天我已经跟他介绍了 就是误发了安全警告 把大陆发射的卫星 当作导弹来看嘛 所以昨天国大办也做出了反应 就是跟台湾的选举是毫无关系的啊 好 接下来旺报讲到说 这个刘建超在美国访问期间 再次重申说 这个中国没有所谓的什么战狼外交 而且中方也无意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 因为当前的国际秩序呢 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还是关于到这个台湾方面的啊 选战那个关键的票啊 出来一个新的一个迹象 也就是说2023年22万人 恢复了这个复级啊 就是台湾的这个 是这么讲 就是为什么就是 那么多人就是放弃了外国的国籍呢 是因为呢 就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啊 他们就是这个出不去嘛 就是回到台湾之后就出不去了 然后有的直接就放弃了外国的国籍 所以呢 这次的选举的投票的人数可能比往年 比上一次可能要增加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讲到台湾的选民的这个心态 怎么来看这个这次的选举 青岛日报讲的说是 民进党抗中牌现在不那么管用了 又退烧了 因为过去如果谈到这个两岸关系的时候 就会把很多的台湾的一些选民啊 特别是年轻的选民 或者是台湾南部地区的选民 把他的热情给燃烧起来 点燃起来之后呢 就成了民进党的选票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 年轻人呢 只是关心经济和民生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转变 但是到底是不是这样 我们还要看星期六的选举的结果了 新岛日报就讲到 就是中方的这个军官 在美国华盛顿跟美方的军官 举行了一个所谓的国防部之间的工作会议 就台湾问题 中方做出了这样一个严厉的警告 说不要指望中国会在台湾问题上 做出任何妥协 中方是绝对不可能做出任何妥协的 好 这个同样的新闻警告 也就是在同样的会议上 警告美方不要挑衅 不要挑衅 这个在台湾问题上的中国的主权 然后南海问题上也不要搞挑衅 新岐日报还有一个报道 就是彭博社呢 说讲到说 如果台海地区发生战争的话呢 全球会付出一个非常大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用港币来算的话 就是要付出78万亿 这个都是理论上的一个推敲而已 推错而已 新岐日报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那个版面 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在华盛顿会见了台湾最新的啊 这个驻美代表 那个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这个中方已经表示了啊 反对 问题这个事情在台湾 这个选举之前呢 这个约翰逊 在会后还召开了记者会 向媒体讲道 说什么呢 就是说跟台湾人站在一起啊 反对中国什么干涉台湾的选举啊 等等类似这些 这些语言呢 是应该是非常的不妥当的 金融时报今天头版有篇这样的文章 一个报道 说拜登政府现在呢 正在组成一个 由前高官 组成的一个两党的代表团 就是跨党派的代表团 台湾选举一结束 美国这个代表团就要马上抵达台湾 那么所以说呢 有的这个美国的一些前高官 对这个事情呢 提出了警告说 这个主义绝对不是一个好主义 因为呢 会让两岸呢 就是对这个信息 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或者是敏感的反应 特别是对两岸的局势 是没有什么好处 可能会使得 中国对美国极其的愤怒 有可能导致两岸关系 会继续恶化 好 台湾的旺报讲到 这个在中美之间呢 贸易关系 现在一直在发生变化 美国这个不再是 就是中国不再是 美国最大的进口国了 也就是说 这个中国 这个对外面的出口啊 现在比较多 更加多元化嘛 更加多元化 而且从美国进口的东西少了 当然中国像美国出口呢 也比原来要少 因为像在东南亚 现在已经成了 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好 纽约时报 中国在电动汽车方面 一飞冲天啊 一飞冲天 就是在出口贸易方面啊 那这个其中主要的原因 当然就跟中国的 电动汽车的质量 价格和它的新型的这个 漂亮的外观和它的 这个质量有关系 但是同时另外 还有一个主要的因素 就是说俄乌战事爆发之后啊 这个西方国家 在俄罗斯的汽车厂 汽车公司全部撤走了嘛 正好为中国腾出来一个 极大的一个汽车市场 进口中国的汽车数量 非常之多 登顶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市场 俄罗斯有份出力啊 所以要感谢俄罗斯啊 这个中国之间 在这方面的合作 依然是非常大的 有潜力非常大 经济日报 就是世界银行 对中国GDP啊 2023年那个GDP的增长 预测呢 因为最新的还没有 做何处了啊 4.5% 说明年呢 14.3% 对今年的 2024年的预测是4.5% 好经济 第一季度 是否能够开门红呢 关键要理解 什么叫开门红 开门红 到底什么叫开门红 我们才能说 第一季度经济 有开门红 所以呢 这个话题呢 其实有很大的空间 可以讨论 好 上海户指啊 三年半 这个到现在为止 表现得最不好了 新报呢 第一财经 就是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什么 这个防花这个电视剧嘛 涉及到上海的了 那么也引起了 很多的一些热议了 然后呢 就是昨天 好像第一财经 发表了一个社论 说恢复啊 对民营企业 要放权放手等等 这两者之间 怎么能连在一起呢 我觉得还是有点 想象的过多了啊 只不过是 也是蹭热 也是蹭热而已 观点 当然 连在一起 也不太容易 能够想象啊 这个第一财经的 这个社论 好 接下来就是 中华速报 来讲就是中国大陆反腐的问题啊 涉及到什么呢 足协嘛 就是这个片子已经播完了啊 这个 这个涉及到李铁啊 中国足协的一些高官 贪腐的问题 这个片子播出来之后呢 引起了反响 非常的热烈啊 那么涉及到有关的领域啊 他们这些员工啊 必须要写报告啊 看了这个反腐片 有什么感想啊 你将来怎么做啊 是不是要跟着他们一起走啊 等等类似这些啊 要写观感 我估计可能不只是足协了 其他的部门 大概可能也要做个 全面的一个 呃 观后感 好 新大日报讲呢 央视播放的这个足协的反腐片 收视率啊 远远的超过了繁华 这个事情说明什么 说明的就是在涉及到 就是中国自己本身的 这个反腐败 官僚机构 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关于方面 切身利益是最为重要的 大家的关注程度是最高的 那繁华像类似电视剧 给大家是创造了一个 想象的一个空间 那是非现实的 但是像类似这样的事情 是最能够吸引大家关注的 那这就提醒大家什么 就是说类似的这些的 这个什么片子啊 新闻报道啊 啊等等 将来还应该越来越多才好 好 复旦大学啊 即使是民校 但是他的应届毕业生啊 就业力很低啊 不到两成 《经济日报》讲到复旦大学 同样的问题 那是出现什么问题 当然跟整体的经济有关系 另外呢 还70% 还更多人都愿意 只好怎么办 延迟毕业了 就是再继续度延迟生 度硕士 央视报道说 境外的间谍 曾经拉拢澳门的一位 女工夫 也就是女公务员 就是涉及到 横行岛的发展的问题 希望从这个女 这个职员当中呢 得到内部的一些消息 拿到一些内部的资料 这个跟你讲啊 这是一个泄密的行为 一定要小心 《经济日报》讲到 利用通关的便利 境外的间谍 干这样的事情啊 好 《明报》《新岛日报》 早讲的就是 关于黎智英的这个案子啊 曾经查过来 曾经像泛民那些高层 美国的高官 包括美国的前 国防部的副部长 沃尔夫维茨 转账很高啊 这个钱 等于说是 也是一种就是利益输送嘛 好 香港这个 自己本身的问题 《明报》讲到是 港大呢 有个报告说 对今年的经济增长看淡 而且呢 就是呼也不要再加税啊 那么香港的医疗 卫生方面的开支 这个增加的速度也很快 超过GDP增长速度 所以也会 酝酿一些危机的啊 新年经济不乐观的啊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 近三十年来 出现这样的问题 就是如果 要增加水费的话 那有可能会 这个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可能会对政府的 预算有好处 但是老百姓怎么办 而且对整体的经济发展 不见得是很好的 国泰做出了道歉 说他现在呢 不断的就是 取消他的航班 是不符合他自己 本身所确定的 那个标准的 所以要彻查原因 然后呢 就是他说他 低估了机师的需求 然后完了以后呢 这个取消航班 实际上 对国泰的形象 非常之不好 也让大家感到 非常的不方便 南华杂报 一个周天文章 差不多 也是这个意思 但是关键怎么改 这个才是最主要的 道歉也没有用 如果什么都不做 那还是 不能让大家去 信服的 好 继续来给您读报 我们看一下 国际方面的新闻 世界银行一个报告 说这个过去三年 连续三年 世界经济都在放缓 那么四分之一的 发展中国家 比疫情之前就更贫穷 好 这个事实 我估计大家都知道 就没有这个报告 我们也能感觉得到 但是问题就是说 世界银行 你本来不是说 为了发展中国家 谋取福利吗 给他们提供帮助吗 那你自己在干什么呢 能干些什么 能不能帮助他些什么 这个才是 你应该做的事情 好 接下来信报 这个彭博社 信报讲到什么呢 电动车赛道 伤亡惨重 这个标题非常之好 我是为什么 看了标题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 报纸的质量 还有它这个文章 这个编辑的水平 这伤亡惨重 那不是真的是 伤亡惨重 不是说在路上撞车 不是车祸 是说电动汽车 国际整个竞赛的状况 也就是说 大家相互竞争 那么相互竞争 就肯定有伤亡的事件 就受损的情况 所以对投资者来讲的话 一定要看好 谁 哪个企业 值得你去投资 有的投资会失败的 这讲的是这个 好 彭博社讲到说 这个也是涉及到 电动汽车的 电池的问题 其中以福特公司为例 这个版面也很好看 为什么选它 就是说你吸引人 吸引大家去读 对不对 好看就是它的排版很好看 而且这个标题很好 就是说 对英国的 网上的 这个零售业来讲的话 将来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未来是怎么样 那这个呢 大家都喜欢看了 再加上一个 这个美女的照片 你会觉得 就是对这个新闻会很好奇 你也会联想到 比如说香港 中国内地 或者任何其他地方 你们的零售业 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从英国这个角度来看 意思就是说呢 他说这个疫情之后啊 大家又开始回到实体店了 回到实体店之后 这个对未来的零售商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前景 这个是值得研究的啊 好 另外呢 就是欧洲新闻网 以及这个台湾中央社啊 中央社讲的欧盟 初步同意在四年啊 未来四年 援助乌克兰 总额是500亿欧元 同样的新闻 这是匈牙利 匈牙利就是说 对这个欧盟提出的条件呢 很多 匈牙利这个总理也很厉害 你别看他 有时候很孤立啊 但是他是用一个人的力量 把整个欧盟的很多的一些角色 给全部改了 然后呢 还能够从欧盟得到一些好处 这个是他作为一个匈牙利的总理来讲的话 这是他这个责任所在 但是他做得很好 虽然大家很多人其他的国家不满意 不高兴 但是没关系 老百姓高兴就可以了 好 这个纳瓦尼 俄罗斯的一个政治犯呢 被移到这个很北很北的一个北极的一个冰天雪地的一个监狱了 现在在监狱里好像感到很快心了 说拿了裸体party开玩笑 这个裸体party大家要记得的话 就是前一段时间 就在圣诞节之前 俄罗斯的一帮演员在搞一个私下的party 几乎是脱光衣服了嘛 他也知道啊 好 BBC大公报的报道讲到什么呢 新京日报 台湾 香港的美国方长秘密入院 引爆了政治炸弹 引起了分歧和争议 但是真的没有引起政治炸弹 要引起政治炸弹的话 大家都会伤亡的 现在没有一个人伤亡 没有人下台 所以他不叫引爆 而是说引起了争议 美国方长 隐瞒引起国防党 准备要发动弹劾 所以还没有引爆起来 准备 美国国防部长 就是面临这个问题 另外涉及到呢 就是中东地区 胡塞武装啊 最近大规模的袭击啊 美国的军舰 但是现在呢 美国和英国两国联手 对胡塞武装 发动的这个袭击的进行反击 布林肯再次到了中东访问了 这次去干什么呢 就是又会见了阿拉伯国家 特别是巴勒斯坦的领导人 阿巴斯 以及啊 这个其他国家领导人 主要是为未来的 这个加沙地带的前景 怎么安排做准备 但是目前来讲 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 好 接下来就是国际速报 波兰是乌克兰的这个邻国 最近他自己搞出来了很多的问题 上次最近一次选举呢 就是那个政府啊 政府改组了 就是改变了另外一个政党上台了 那么总理就是另外一个政党的了 那么但是总统还是原来的总统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总统还是原来的执政党的那个总统 但是现在总理呢 是另外一个政党的 相互之间就开始掐起来了 矛盾就很大了 包括比如说 这个新的政府上台之后 对上一届政府的两个部长 一个是内政部的部长 另外一个内政部的副部长 抓他们 说他们有这个滥用权力的这个罪 所以呢这两个这两名部长呢 一个政党一个副啊 就跑到总统府去了 躲起来了 因为总统府的总是属于 还是属于上一届政府的那个执政党嘛 总统还是跟他们是一个党的嘛 到那里面就躲起来了 但是躲起来没有用 因为现在什么 总统现在没有实权 对 所以现在呢 警察进去以后 就把他们两个人给抓起来了 这个将来可能还会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部长都在绝食啊 在监狱里听说啊 现在呢 涉及到就是马尔戴夫的问题 马尔戴夫这个选举之后 新的总统对中国关系很好 跟印度关系不好了 所以呢 这次访问中国啊 改变了过去的做法 过去不是说先访问印度啊 现在先访问中国 那印度当然很受刺激了 所以印度 印度的一些民众就发起了一个运动 就是抵制马尔戴夫 不去玩了 要在自己国家玩 再加上呢 印度的总统啊 莫迪啊 最近故意的发了一个照片 在印度自己本身的某一个沙滩上 坐在椅上 告诉大家说 意思就是说 没有印度有很多好地方 比马尔戴夫更好 在印度国内旅游就好了 好 李在民呢 韩国的被刺伤之后 现在已经出院了 已经是痊愈了 那么这个当时为什么 那个刺沙滩的那个人 是什么目的呢 当然是镇着目的 这个东西一看就知道 就是说要阻止他 当韩国的总统 另外大公报 讲到也就是韩国方面 韩国这个总统 尹续越任命了一位新外长 原来的外长叫朴镇嘛 对吧 两个字很像中国人的名字了 但是现在这个新外长 当然名字也很像中国人 但是这个字的选择呢 中国人很少用什么队列 那听说这个外长呢 对中国态度还比较友好 而且就是刚刚被任命之后 就涉及到就是说 中国韩国是非常重要的 伙伴关系 所以这两国之间的关系 不能够搞得太差 要维护好 这样的话才符合 韩国的国家利益 好像比较务实 但是我们不能只看他的言辞 要看他将来 韩国的外交政策 到底是怎么样 希望比原来要好一点 不要过度的亲美 以至于呢 韩国自己本身 在本地区的政治利益 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 受到损害 所以呢 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换外交部长 也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呢 我们可以去观察 好 联合早报讲的什么 就是波音呢 这次在出了大事情之后 很丢人 对不对 很丢人 对不对 这个飞机的这个 飞机舱门 竟然在空中脱落了 然后他的这个 波音公司的负责人 讲的说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 永远不会再发生了 这个东西说的话 不要太大 太满 世界上 唯一 最不保险的话 就是 永远 就是永远不会怎么样 但是偏偏就怎么样了 对吧 所以呢 不要 永远不要说 永远 好 这也是 波音的CEO 说了 波音 需要承认 你自己是有问题的 这个很谦虚啊 原来呢 就是波音公司 你看 在全球 那个地位多么高啊 对吧 不可一世 但是现在问题 接二连三的发生 这就说明了 就是波音公司呢 神话 往往也是可以被打破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 完全完美的东西 好 这个当然 从其他的国家的 那个波音 那个 那个 航空公司来讲的话 或者制造公司啊 飞机制造公司来讲的话 其实也应该从当中 汲取教训 波音 他的领导人说 承认 我们这个错误 是有的 就是737max 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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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